大家好,我是坦平树,带来讲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8月26号 这一期啊,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 还有胡怡静老师 今天胡适啊,可以说又是一个新电图啊 被拉直了这么一个走势 胡适三大指数都是窄幅正大 截至收盘,户指涨了1.04点 可以说啊,这是精准控制 两市啊,成交是5200亿 3800只个股上涨 还有1000多只,下跌,就这么个走势 这个胡适啊,这个户指啊 在2900点以下,已经有一个多月了 也就是二多个交易日啊 其实二多个交易日一直在这个50点里面来回折腾 其中啊,在2850点这个位置上 也折腾了16个交易日 你就从这个就能看出这个胡适 目前是什么一个状况,就是压抑 没有一点活力啊,都是穷鬼杀恶鬼 当然了,大部分金融消费者都已经躺平了 看热闹,拒绝在消费 除了胡适进老师啊,这个按理来说啊 今天胡适应该谈一下 我说的是谈一下啊,为什么呢? 因为周末的时候这个美帝啊 好像传出来一些利好消息啊 说,其实美帝终于扛不住了 美帝要降息了 美人指数啊都已经下跌了 美帝一降息啊 那边啊,要回流到大国 这个对胡适啊,是妥妥的利好 但是利好居然不涨 那就说明啊,这个胡适已经进入 叫荒飞自我的这么一个阶段 本周啊,很有可能啊 到2800以下走一走看一看 所以这个广大的金融消费者啊 还是要小心一点啊 尽量少消费啊 毕竟现在赚钱不容易 哎呀,消费降级啊 今天啊,这个财政部公布了 这个收以及这个樱花税 一到七月 企业所得税收入是 30702亿元 同比下降5.4% 个人所得税收入是 8529亿元 同比下降5 车辆购置税收入是 1449亿元 同比下降6.5 都是在下降啊 这个反映经济活力 反映大家收入的 反映大家买车消费的 这些都在下降 这个企业的利润也在下降啊 企业所得税收入下降 这个人所得税收入下降 这个显而易见啊 就是大家收入都不行了 收入在下降 所以你交个人所得税 在下降啊 有很多人恐怕 都已经没有了 交个人所得税的资格了 因为你一个月收入 达不到5000块 财政部啊 公布的啊 一到七月印花税收入 2120亿元 同比下降20.9% 你看看 刚才个人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 下降值百分之五点几 到了印花税这儿啊 下降百分之二十点九 其中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 5576亿元 同比下降 55% 同比下降 也就是说去年一到七月份 它那个印花税收入啊 印花税 税率比现在高 我记得是去年八月份开始吧 这个印花税的税率啊 降低了一半 应该是这么理解啊 那咱们这个今年一到七月啊 印花税就是证券交易的印花税 下降55% 咱们可以粗略的估计啊 也就是说 你刨处这个印花税 瑞率下降一半的这个影响 那你印花税还是 就是你的交易量啊 交易额还是下降了 那这也反映出 今年一到七月份 整个成交是萎缩的 不过对广大的金融消费者来说啊 似乎又有一个好消息啊 利好消息啊 这个新浪证券公布啊 说散户可以参与高频量化 日前由多家大型券商机构 通过其官方途径 向散户推荐策略单服务项目 宣传资料将策略单解释为 基于程序化交易原理的一种特有功能 能根据投资者的预设的交易策略 智能出发下单 相关公司经济交易工作人员 对资势坛透露 上述 针对参与个股投资者的投资者 既可以自己利用券商的业务系统 提前定制策略 比如当价格达到某个价位 止盈等 也可以委托券商 根据每位投资者的持参组合 设计强制收益的交易策略 多家券商机构 多数将提供投资者参与门槛定为50万元 也就是投资者首先要有50万以上的资产 然后向券商提交自己的组合 然后由券商经济一线部门 相关业务人员为客户设计增强的程序化交易策略 上述此种增强的服务 以交易日为单位 有的交易日能增强收益 有的交易日会造成亏损 此外 这位营业部人员还提及 亦有少数投资者完全顺求机器人为其全权操盘 由机器人从头到尾设计投资组合 什么意思呢 绕绕绕去的啊 就是说你只要有50万 你就可以享受量化交易 高频交易 你这个量化的策略是什么 程序 对吧 你可以让券商帮你来设定 然后只要你设定了这个交易策略 你就会实现高频量化交易 你就是量化基金 你看看 量化是个工具 以前金融消费者都攻击量化 说这个股市为什么低迷啊 指数为什么涨不上去啊 就是量化导致的 好像那些量化的赚得盆满钵满 对吧 用这个程序跟这个金融消费者 跟这些小伞来对抗 那好了 现在这个工具啊 给小伞 你这样有50万 你可以参与量化 那这么说是不是个利好呢 对50万的这个也小伞来说 你说这个 以前不是说机构为什么割韭菜 因为它量化呀 那现在好了 把这个工具给你 你来量化 你来高评教育 别人有没有资格我不知道 反正胡锡进老师是有的 他是现在怎么着 他的资产也有50万吧 可以量化一下 这个2月25号 经济日报刊登一篇文章 叫提升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 他是这么说的啊 他说当前我国资本市场 已是全球第二大市场 资本市场上市公司超5300家 总市值80万亿 投资者2.2亿人 资本市场能否平稳健康运行 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投资者利益 文章啊 从三个方面来提升资本市场的内在性性 第一个是提高 三十公司质量 也就是说啊 把考入口关 也就是IPO要严查 然后还要疏通这个出口关 也就是让那些应退进退 那些垃圾公司赶紧退出资本市场 深化退市制度改革 严格执行退市规则 这个是对三十公司的治理 第二个呢 引入更多中长期资金 也就是说让那些耐心资本呢 多进入股市 这胡锡进老师 他不能说耐心资本 他以前是 他现在已经变成那个 坠涨杀跌 短线交易 高频交易 引入中长期资金 赚大耐心资本 提升资本市场 内在稳定性 如果三十公司质量好了 然后长期的资金也进来了 增量资金进来了 但是股市还是不涨 怎么办呢 那么第三个就是 加强逆周期调节 外部形式复杂多变 加强逆周期调节 做好一二级市场 协调发展 为各类投资者提供 更公开公平公正 交易条件和市场环境 是稳市场不可或缺之举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啊 这个药方开的 好像是对的 但是谈何容易啊 最近啊 这些白马股啊 纷纷崩盘 暴跌 这个北京商报报道啊 说理性看待 白马股 散崩 近期爱美客 康宏药业等白马股 均在披露中爆后 出现散崩大跌 究其原因 主要是中爆业绩 不及市场预期 得如业绩披露后的白马股 散崩行情 投资者应理性看待 既要看到可能存在的业绩 增长放缓风险 也要认识到白马股的安全边际 盲目抄底或者过度恐慌 都是非明智之举 今天这个白马股啊 你比如说升高速 这个升高速啊 它的收益比较稳定 它今天就跌停了 理由什么呢 原因什么呢 就是中爆不及预期 刚才说的白马股啊 这个升高速就是白马股 它就是现在这个机构 比较喜欢的叫高息股 现在每年分红啊 比较多 然后机构就喜欢爆团 比存银行要好啊 结果中爆啊 来个业绩下滑 不及预期 所以直接就崩了 跌停 这个理由很简单 大家看好 你是因为你能赚钱 你能给大家分红 人家就跟那个银行存款了 去比较 结果你说你中爆 这个收益不及预期 那你以后分红就分不了了 你一分不了 那谁拿着你干什么呢 赶紧跑吧 所以就跌停 说这个什么意思呢 我在想啊 咱们为什么金融投资者 现在都在2800点以下 甚至2600点 都在创新低 都在那下面趴着 但是我们的胡适指数呢 2800多点 为什么造成这样的一个反差 对吧 让那个金融消费者 受到了羞辱啊 也就是说你一看 指数没跌多少啊 结果你赔了十几万二十万的 比如胡适信老师 他在跟这个 加特老师斗嘴的时候 都处在下风 药杆不硬呢 对吧 你看我们的胡适没跌多少啊 还不是2850点 但是胡适信老师跌了快20%了 脸上无光 受到羞辱 这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国家队 炸堆 对吧 国家队买了那个ETF啊 通过ETF 重复买了这个银行股 所以靠银行股 五大银行 把这指数稳定在2850点 工行 建行 好像市值超过两万亿 不停的创新高 他现在创新高 他的逻辑就是 他也说高息股 高分红 那这个勉强说得过去吧 问题是 如果银行 今年的年报 不及预期 那是不是跟这些 白马股闪崩 效果是一样 我这是说啊 银行股的业绩 不及预期 那么 这五大行 如果出现闪崩 是不是就是血流成河 是不是这个护士这个山震指数 要创新低 所以说现在啊 国家队机构 抱团之中 银行股 实际上也是在累积风险 因为银行的这个业绩 大家都知道 动动脑筋 即便啊 能躲过今年 明年是绝对躲不过去 实际上今年就躲不过去 你修饰这些年报 你还能修饰多长时间 你能掩盖 对吧 你的坏账率 你的不良资产 对吧 你的息差 都在那摆着呢 所以我一直在提醒啊 大家要担心啊 我们再看看啊 这个国务院的这个实安委啊 应该叫实安办通报 贯彻润述食用植物油乱象问题 这个调查处置情况 以前不有人吗 攻击 说新京报记者 是配合境外势力 来搞乱中国的这个粮食安全 大家都知道是谁吧 面对这个国务院实安办的这个情况通报 有位老师啊 继续啊颠倒黑白啊 他说 截至到今日为止 所有一切真相大白 此前有人故意隐去运输企业 有人故意隐去购买企业 你看啊 他说的新京报记者是故意隐去运输企业 隐去购买企业 总之新京报没有按他的要求去调查 那就别有用心 故意隐去这些 有人一口咬定 中储量下属公司 卸完煤制油装大豆油 在所有制性质上做文章 你看谁在企业所有制性质上做文章 这叫贼喊捉贼啊 这些人应该把认识统一到调查组 调查之后的结论上来 你看他反过来倒打一耙 说这些人 说那个新京报的记者 说其他的人 这就叫无赖 对吧 这就叫无耻 关于这个反驳他的观点啊 有一个叫于飞的 或者叫飞说不可 他这一段评论呢 也非常好 非常有意思 他认为这种人才是境外势力 对吧 口口声声 每天都说境外势力 实际上自己才是境外势力 大家看视频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于飞 飞说不可 这次的题目是 油罐车司马南与境外势力 油罐车司马南与境外势力 有必然的逻辑吗 应该有 因为前几天司马南在一个视频中说 为什么突然一下子把中储粮的问题暴露出来 是美国境外势力带节奏 司马南这句话 我曾经在我的8月14日发出的小视频 司马南的逻辑中进行了解析 如果要是美国带节奏的话 那也得理应外合呀 那中储粮的领导啊 那些油罐车的企业的领导啊 那些油罐车的司机呀 都有可能是美国间谍才对呀 或者他们中间一定有人是美国间谍才对呀 只有他们能够做出油罐车混装这种事情以后 又丧尽天良的给美帝国主义传出消息 然后美帝国主义才能替中国的老百姓带节奏啊 所以呀 我现在觉得司马南他的老婆孩子都在美国 他的财产也大部分在美国 对吧 我觉得他最大的可能是美国的间谍 而且派来专门预论中国人的间谍 目的就是让整个中国群体仇视全世界 同时把中国孤立于整个世界这个地球村之外 我建议国家安全部门调查他 以便还他一个清白 还我们舆论场一个朗朗的晴天 我说了以上这些话 十天以后的昨天也就是8月25日 油罐车世界调查组给出了权威结论 在这里我不加评论 我要说的是 调查组没有听听司马南的话 调查一下谁是境外势力的代理人 因为在他看来 油罐车什么油都可以装运 是天经地义的 如果境外势力不插手 老百姓就不会知道这件事 这次调查组只确定油罐车真的混装了 而没有调查出谁是境外势力的代表 他司马南一定很沮丧 调查组也没有听听我的话 调查司马南以他住在美帝国主义那边的 孩子老婆属不属于境外势力 我也很沮丧 谢谢大家 我觉得这个非说不可啊 这个叫玉飞这个up主啊 说的非常有道理 非常深刻 有理有据 对吧 也就是说啊 有些人天天贼喊捉贼 今天啊 是胡锦老师消失了第一个月 对吧 如果是今天明天 胡锦老师还不能自由的发言 那么胡锦老师恐怕就是要禁言三个月 也就是10月26号 不知道胡锦老师啊 对国务院实案办的这个情况通报会怎么解释 是不是也是解释成巧了 正好就这两辆车干坏事 就这么巧 就这么寸 被新京报的记者发现了 一切都是巧合 我相信啊 胡锦老师在叼盘这一块 是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所以叼盘这一块 它也是很稳定的 最后我们再看一个现象啊 看一家上市公司 大家比较感兴趣的 叫永辉超市 今天是这个界面新闻呢 他报道啊 说永辉上半年 营收尽力双降 永辉边调改边关店 永辉上半年关闭 63家门店 他主要说第一个 8月24号晚 永辉超市披露 2024年半年度报告 该公司报告期 实现营业收入 377.5亿元 同比下降 10.11% 归属三十公司 股东尽力 2.75亿 同比下降 26% 你看看 这个永辉超市 以前啊 前几年永辉超市 还是很厉害的 现在已经叫日落西山了 营收利润都在下降 第二 说财报指出 营收下滑 一方面来自 零售竞争 态势十分严峻 由于大环境因素 部分消费者的消费习惯 发生变化 公司客流客单均出现一定程度下降 另一方面公司主动关闭一部门店 也就是各种指标KPI排名 靠后的门店统统关掉 第三个在营收和净利润双价的同时 永辉正在通过币店止损 永辉上半年关闭63家门店 通过财报信息显示 永辉在2022年关闭了45家门店 2023年关闭60家 这意味着永辉2023年上半年关闭数量 超过了过往两年平均水平 这个永辉超市为什么大家比较关注呢 是因为他边调改边关店 他跟那个潘东来 由潘东来调改他郑州什么店 上了好几回热搜 每次这个热搜一发出来 永辉超市莫名其妙的就暂停 我想说的是 这个永辉超市 他有好几家店接受潘东来的调改 永辉是一家商业公司 他的财报要披露 很遗憾啊 这次中报他没有披露 这个潘东来对他的调改 到底起没起作用 对吧 现在是三家店还是两家店接受调改 那这两家店营收到底怎么样 为什么不披露 也就是说啊 假如潘东来的调改 让这个两家永辉超这个店 大放异彩 盈利出现了很显著的改善 我告诉你 像这种利好 商业公司一定会披露 这是好消息啊 没必要藏着掖上 对吧 一定要广为宣传 广而告知 但是很遗憾 他都没有说 没有提 如果说潘东来调改的效果非常好 那剩下的几百家永辉超市门店 都可以接受他调改啊 那永辉的业绩就能翻几倍啊 不用现在这么不死不活啊 这么下去 他有推势的风险了 所以说啊 从永辉超市这个半年报 大概其大家能推测出 这个潘东来调改永辉 到底有什么效果 到底怎么样 丑媳妇见公婆 对吧 是罗子是马 拉出来溜溜 把数据拿出来看看 对吧 你总不能黑不提白不提的 一天到晚就是 哎 扣力量上升 对吧 人潮涌动 这个永辉超市 接受调改之后 营额增占多少 竟这样尬吹 有什么用呢 永辉 他敢披露这个数字吗 所以说啊 这个永辉超市啊 他没有披露相关的 潘东来调改之后 他那几个店的经营情况 这些数字 这个确实让人大失所望啊 从这一点上看 就值得质疑 还有很多金融消费者 还在永辉超市里面 还拿着股票 还想打个翻身仗 还想赚钱 还是要小心谨慎的 不要被别人耍了 对吧 人家搞这么的动作 搞这么的花活 恐怕就是需要在资本市场 割你这些韭菜 这一切都需要人买单 谁来买单呢 真正买单的人 就是胡适的金融消费者 好 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 转发 一个字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